凶手中了一片竹林,专门用来埋尸 三十年来,小镇不断有人失踪 今天,我们来看韩国悬疑电影《杀人者的记忆法》 本片剧情烧脑略显惊悚恐怖,但小者盛看 三个月前,金炳秀被诊断出老年痴呆症 最近,病情更是越来越严重,已出现间断性失忆 甚至不知道回家的路 这天,女儿恩西又从警局将她领回 并叮嘱父亲一定要使用录音器,以防再次走丢 妻子去世后,父子二人相依为命 如今父亲患病,恩西更是照顾有加 这天,电视上播报了一起凶杀案 一名年轻女子被发现死在泥地里 而上月附近的农田里,同样发现一具高中女生尸体 死者均是手脚被绑,身上多处有被虐伤痕 警方将这两起案件定义为连欢杀人案 此时,天气渐晚,恩西却要外出参加聚会 老金担心女儿安危,连忙阻止 而恩西却毫不在意,匆匆离开 其实,老金的担心并不多余 因为他就是一名连环杀人犯 所有的杀人过程都被他记在电脑之中 1971年的秋天,还是高中生的老金放学回家 推开门,却见满地狼藉 这又是酒鬼父亲对妈妈姐姐家暴后的杰作 老金想抽出被父亲压住的新球鞋 却遭到一顿暴打 一旁的姐姐早已吓得瑟瑟发抖 看着父亲禽兽般的眼神 老金忍无可忍 他将父亲拖进房中 用枕头活活闷死 随后,连夜将父亲的尸体埋到了山上 杀了父亲 老金心里害怕 但一天天过去 并没有警察上门抓他 而家里也因此变得无比的和平 不再每天担惊受怕 自此,老金心里冒出了一个念头 这世上应该有一个正义的杀手 去除掉恶人 之后,老金陆续杀了很多人 经常打老婆孩子的余电老板 把小狗打得粉身碎骨的恶女人 把一家人推入死亡的高利带着等等 老金把这些行为称之为清除垃圾 并将他们全都埋在了一片竹林中 而老金最后一次杀人 已是17年前 这么多年来 老金已开宠物诊所为生 独自将女儿恩西抚养成人 如今,老金患上老年痴呆症 已无法给宠物看病 随着病情加重 老金只得使用录音器 将每天做过和要做的事 全都记录下来 时刻提醒自己 一个大雾天 老金开车外出 刚一分神 便追尾一辆银色轿车 老金连忙下车查看 却见前车尾部流出了一滩血 后备箱中更有一个 渗血繁布袋 老金故作镇定 用手帕占了些血迹 装入口袋 刚一回头 却见一年轻男子站在跟前 男子盖好后备箱 连车里面装的是一只死鹿 车子并无大碍 不用老金负责 但老金已起了疑心 想让男子留个联系方式 而男子冷笑一声 扬长而去 老金曾拿出录音器 录下时间地点 还有男子的车牌号 8588 这人十有八九 是个杀人犯 回到宠物店 老金马上检测血迹 发现竟是O型鞋 而鹿鞋没有O型鞋 这是人鞋 老金认定 这人就是最近 两起案件的凶手 他的目标正是年轻女孩 想到女儿恩西 老金决定报警 将凶手车牌号告知警方 但让老金没想到的是 8588车主 竟是一名警察 此人名叫敏泰 难道你就是连环杀人凶手 面对同事的取笑 敏泰也笑道 那是一只鹿 随后 敏泰电连老金 以一名警察的身份告诉他 警方已检查了8588车的后备箱 那确实是一只鹿 说完挂断电话 一听此话 老金自然不信 他冒雨来到案发现场 以一个行凶者的思维进行推测 抛尸地点应该就在附近 果然 老金在不远处的水库旁 发现了一个袋子 打开一看 果真是一具女尸 第二天 警方接到匿名报案 迅速赶往现场 看着被打捞上来的尸体 敏泰的神情变得不再自然 当天下午 敏泰抱着一只小猫 来到老金的诊所 但诊所已关门停业 碰巧 恩西与同学经过 他告诉敏泰 父亲身体不适 已停止营业 得知这漂亮的女孩 是老金的女儿 敏泰不由心中一喜 晚上 一辆车子停在了恩西身旁 一件是白天带猫治病的帅气男子 恩西马上放松警惕 并上了他的车 另一边 老金见女儿迟迟未归 便到路边等待 直见远处一个人迎走来 老金面部开始抽搐 又犯起了失忆症 女子刚要进门 便被老金掐住脖子 直到女子叫出爸爸 老金才清醒过来 原来 眼前之人正是女儿恩西 老金后怕不已 自己的失忆症越来越严重 但以前杀人的习惯却没有消失 老金心神不宁 第二天一早便来到修道院 他的姐姐是这里的修女 每当心中困惑 老金便来找姐姐谈心 这一次 他希望能住进疗养院 以免拖累女儿 得知弟弟患上老年痴呆 姐姐心中一痛 暗自流泪 并劝老金忘了以前的一切 我每天都在为你祈祷 带你赎罪 但姐姐怎知 老金杀的岂止父亲一人 为了提高记忆力 老金参加了一个诗歌会 马响不但没用 还被一个大婶缠上 老金无语至极 顺道送大婶回家 不料 却在路上发现 女儿跟敏泰走到了一起 老金连忙上前阻拦 结果她的失忆症再次发作 竟忘了敏泰是谁 敏泰自我介绍 她是一名警察 也是恩西的男朋友 大婶见气氛尴尬 将老金拖回车中 回去的路上 老金诧异 这大婶又是谁啊 所以 大婶被丢散了半路 傍晚 好友安警官来找老金聊天 踢机车子追尾之势 希望老金不要再追究 敏泰是一名警察 怎么会是杀人凶手 但老金还是没想起 敏泰是谁 于是 老金拿出了录音器 她这才想起 敏泰就是凶手 得知恩西正与敏泰 在看电影 老金心急如焚 一连找了几家影院 却没有发现女儿身影 当她再次回到家时 女儿也在家中 老金怒火中烧 警告女儿 敏泰是杀人凶手 非常危险 而恩西早知二人追尾之事 并说 敏泰也怀疑你是杀人凶手 虽然恩西不信 但是发当天 老金的鞋 确实沾满了泥巴 恩西的一番话 让老金无言以对 一时想不起自己曾去过水库 于是第二天 老金将战斜的手帕 交给了老友 安警官 对敏泰进行实名举报 而安警官 怎会轻信一名老年痴呆症患者 在老金再三请求下 安警官终于同意 将手帕带回检验 但要一个星期才有结果 所以为了女儿的安全 老金当着敏泰的面 将恩西带走 并警告她 不要打恩西的主意 否则后果很严重 回到家中 老金将女儿锁进房中 声称七天内不得出门 夜半时分 老金从梦中惊醒 却发现自己双手被爆 更让人惊恐的是 敏泰正翻看她的电脑 电脑中 正是老金多年来的杀人日记 上面还提到 想杀掉凡人的大婶 敏泰心中一乐 看来咱们都是同道中人 说完 更是不顾老金的挣扎 肆意修改电脑中的日记 敏泰接着说道 如果你能替我背上杀人的罪名 说不定 我能让恩西死得痛快一点 说完 便将老金打倒在地 等老金再次醒来 已是第二天一早 他确定 昨晚的经历 并不是一场梦 此时 姐姐也来到家中 做好了早餐 老金顾不了许多 他冲进房中 将恩西从床上一把拽起 让他速到姑姑所在的修道院躲避 说完 匆匆为恩西收拾行李 并叫来一辆出租车 强行将女儿推进车里 送走女儿 老金准备做一件重要的事 就是除掉敏泰 除掉这个垃圾 一天夜里 老金跟踪敏泰来到一处郊外的房子 只见敏泰从屋中拎出一个袋子 放入后备箱 开车离去 老金知道 敏泰又杀了一个人 正要进行抛尸 于是 老金进入屋中查看 果然见到大量凶器和血迹 而且 他还找到了一部录像机 打开一看 顿时大惊 这次被害之人正是大婶 有了这个证据 老金再次找到安警官 希望他能马上逮捕敏泰 但安警官还是不能确定 马上叫来敏泰当场对质 但让老金没想到的是 最后联系大婶的人正是他自己 得知自己反程嫌疑人 老金顿时大怒 冲下车就要与敏泰拼命 却被安警官拦下 而敏泰则上前问道 恩西去了哪里 我已经三天联系不上他了 一听此话 老金笑而不语 见恩西也下落不明 安警官急问恩西现在何处 在三逼问下 老金说出女儿被姐姐带去了修道院 不料 话音刚落 明太却提到 恩西曾说他的姑姑早就死了 根本没有什么修道院 老金冷笑一声 就要打电话给姐姐 不料 翻遍了电话通讯录 却没有姐姐的号码 老金心里一慌 一脚右门赶往修道院 但眼前的一幕让他金额不已 这哪里是什么修道院 明明就是一处杂草丛生的荒宅啊 也就在此时 老金终于想起 姐姐早在几十年前就已商调自尽了 这么多年来 老金都活在自己的想象之中 回忆将他拉回十七年前 老金最后杀的人正是自己的妻子 因为妻子已出轨老王多年 甚至恩西也不是他的亲生女儿 老金一怒之下杀掉这对肩夫淫妇 而在返回途中 却心中悲愤发生车祸 他满脸血污回到家中 正想杀掉六岁的恩西 结果这时 他头痛并发作 竟忘了恩西的真正身份 想到此处 老金心如刀脚 难道自己真的是最近出现的灵魂杀手 老年痴呆夺走了老金的记忆 但却没有夺走他杀人的习惯 老金害怕自己在失忆时 失手杀掉恩西 准备拿起针管自行了断 也就在这时 录音器中传来一段语音 原来 明太闯入家中的当晚 掉落的录音器 意外录下了二人的对话 老金再次确定 明太才是最近出现的灵魂杀手 现在得知姐姐已死 那三天前 自己又将女儿送去了哪里 老金头痛欲裂 在门前努力回响 终于让他响起了车牌 8588 老金惊恐不已 自己竟将女儿亲手送上了明太的车子 另一边 明太和安警官正与大巡警察在竹林搜索 不久便挖出了大婶的尸体 还有大量尸骨 也就在这时 老金拨通了安警官的电话 让他听一听录音器中的声音 一听录音 安警官顿时大惊 他万万没想到 明太就是连环杀手 此时 明太声称要回警局汇报情况 安警官则驱车紧随 一路跟踪来到脚外木屋 而恩西果真就在这里 安警官看在眼里 连忙躲到暗处通知老金 不料 刚要点支烟压压惊 明太突然出现 一把勒住他的脖子 安警官努力挣扎 还是难逃一死 而这一幕 全让恩西看在眼里 他慌不择路 连忙跑进树林 但很快便让明太抓回木屋 此时 明太原形毕露 他取下了自己左边的头盖骨 这一幕让恩西惊恐不已 小时候 明太见母亲被父亲家暴 便上前为妈妈出头 不料 却被妈妈用电烫斗砸了头 所以 明太痛恨女人 而他再次转身 已不见了恩西身影 明太立刻出门寻找 老金驱车赶到 他一脚油门 将明太连人带车撞翻 老金连忙进屋寻找女儿 不料 明太并没有死 他冲进屋 一把勒住老金脖子 要置他于死地 老金拼死挣脱束缚 又与免太扭打一起 这是一场新老杀手的对抗 免太刚从锦校毕业 老金粘老体摔 很快便落了下风 此时 恩西也挣脱绳索 上前邦邦 却让免太闪身一躲 顺势将他摔晕过去 眼见免太要对女儿下毒手 老金将其死死拖住 并掐住他的脖子 而免太则拿起碎玻璃瓶 插入老金腰中 如此剧痛也没能让老金松手 反而拔下碎玻璃 猛刺敏太胸口 最终让他命丧当场 此时 恩西醒来 看着满身是血的老金 他吓得瑟瑟发抖 哭喊道 你就是连环杀手 是你杀了妈妈 老金如实相告 我是杀了许多人 但他们真的该死 而且你我毫无血缘关系 这事跟你无关 你不是杀人犯的女儿 说完 他倒在地 不知过了多久 当老金再次醒来 发现地上已没了敏胎的尸体 同时 大批警察赶来 将老金抓获 当成精神病人关押起来 因为之前的案件已是17年前 早已过了公诉期 所以无法对他定罪 这时 一名警察从医生手中 拿到了老金的CT报告 打开一看 顿时一惊 老金左边头盖骨 竟少了一块 不久 老金从精神病院逃出 他走出黑暗的隧道 却不知要去哪里 此时 他的脸部再次抽动 当老金将穿反的鞋子换回 他又想起了一些事 其实 从始至终 杀人者只有一人 就是老金自己 一开始的追尾事故 正是敏泰撞上老金的车 并发现了地上的血迹 诺贝乡里的尸体 就是老金掐死的大身 而敏泰完全是老金 一想出来的杀手 敏泰将恩西带至木屋 正是为了保护他 恩警官将老金约到木屋 想与恩西一起劝他投案自首 不料也被老金勒死 而敏泰也在当天被害 尸体与车子都沉入湖底 但对女儿的感情 又让老金陷入无尽的矛盾中 这才是最后的真相 本变结局出人意料 反转极大 正如老金所说 不要相信自己的记忆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了 希望的朋友 记得关注和转发哦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